詞曲 李宗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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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人的面前演講 這個主題就是 回憶之光跟空的提升軌道車 我相信在座應該沒有人聽過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都是我發明的 OK 然後我們先 因為我們本來想說 我的PowerPoint者 要先介紹我怎麼發明它 可是我想說大家可能不喜歡它 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一直介紹大家可能聽不懂 所以我先放一段影片 好 謝謝 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軌道 它是從二頭錘下來了 你聽到它聲音了 那是什麼東西 它是一台車 喔 這樣跑 喔 空中提升大家有Fu了嗎 對 它是一台 可以往空中提升的車子 它可以順著軌道量 所以說這個軌道有多高 它是怎樣 它就可以跑多高 其實這個 其實是我有一個夢想 我想說 郵差來的時候 它的信放在樓下 其實不太好找 所以呢 如果它來的時候有這台車的話 怎樣 送上去 送上去 然後我們在家裡面就 信就來了 對 其實我是一直懷抱這個 這個就是我最後的結論 就是 我希望哪一天有才可以用的 從我來上來搭的信 這樣子 OK 謝謝 然後 搭這個空中提升軌道車 還沒有 沒有問題 沒有了齁 對 對對對 所以當然 看到影片怎樣 還要現場看一下 對不對 好 現場修一下 所以這是軌道 黑色就是軌道 對 黑色是軌道 然後你現在要想到 看到的是透明的 硬的 那這個是軟的 軟的可不可以跑 來我們修一下就知道了 哦 還要不要掌聲一起來 謝謝 好 好久以來就等這一刻了 OK 這是最後一張 所以 這個 往上 好 所以我的主題就是 好 回憶之光與空中提升軌道車 那 就是 副標是我追尋夢想實踐的路程 好 那我叫許思想 謝謝 好下一張 下一張是 按這個字 對 OK 太快了 嗯 好 好 好 那 畢竟你怎麼發現的 因為一顆蘋果 那個蘋果砸到誰 不是別人喔 是牛頓 所以牛頓重要 不是那顆蘋果重要 然後呢 我因為思索什麼 菇拉圈 因為太胖了 想說 有沒有一個電動的菇拉圈 可以讓我們這樣子 可是呢 可是因為自己又太懶 所以 所以想說能不能用 菇拉圈來動 那在想的過程中 就想說 裡面應該有一個 有個車子在裡面跑 他就能帶動菇拉圈走 想一想 最後 後來我想說 菇拉圈不一定要是菇拉圈 我把它打開了 所以我的空中提升軌道車 原型就出來 這是我當初的概念 我想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這個 他是什麼運作的 不過原子的構想就是這樣子 是一個很陽春的構想 那當初在這個 拿這個鬼 這個跟人家講的時候 其實我想沒有一個人聽得懂 我很興奮 可是大家都 你在幹嘛 OK 好 所以呢 我決定我把它做出來 然後呢 因為我自己是機構設計 有十年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自己應該很厲害 所以我第一代的時候 是做這一台 這一台 然後呢 我花了我所有的預算的一半 因為我做了七台 我覺得一次就會成功 然後呢 當我做出來之後 他在地上 欸 跑得很快 當我把管子往上提升速度的時候 他挺住了 然後我就崩潰了 為什麼 事情跟我想的不一樣 對 所以呢 從第一代之後 你知道發現我第一代 我還自己設計造型 第二代之後 我就打回原狀 我說好 先不要想那麼多 先做出來再說 然後第二代 失敗 第三代 第四代 到第四代才有一點小小的成果 然後呢 引著前面四代的概念 對 就是剛剛那個歷史鏡頭 我做出了第五代 然後他一定是我的想法 他可以發上二樓 那 發上五樓當然就不是問題了 這樣一定是夠電 好 再來 那如果做出來之後 想怎麼呢 其實我 第一個想法是 欸 我要做一個這樣子 一個輸送系統的話 其實 他螢幕太大 那我先用玩具來做好不好 所以我就把它變成一個玩具 欸 其實玩具怎樣 要有趣嘛 對不對 玩具要有趣 所以呢 我也找人家 幫我設計一個外觀 弄成人模人樣的 對 然後我就去 回應物資 結果失敗 嘿 然後呢 對 我要回應物資 其實後來我監討很多啦 就是我發現說 欸 其實人不是萬人的 人不是萬人的 我 我雖然會設計隔道車 可是我不會賣隔道車 所以呢 我雖然很多東西 其實我這些都檢報 其實做得很簡柔 很抱歉 可是後來其實我體會這樣子 我覺得他專注在做核心的東西 所以呢 因著 因著 因著失敗之後 我後來接觸戰力電機之後 我們可以看第二段影片 欸 玩具要怎樣 要有速度感 對不對 所以呢 OK 好 所以同樣一台車 剛剛那台車真的慢慢跑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已經看不到了喔 對 要速度有速度喔 喔 撞到隔壁對不對 對 而且還有 剛剛那個軌道出來 黑色軌道對不對 很快 很快 我看很興奮 那這個其實現場看更興奮 因為小朋友看的話一定是 一定是衝過來的 對 對 他是非常快的 然後呢 其實我在做的過程中 其實為什麼要圓形軌道 你就會看到 圓形軌道怎樣 欸你只能任意摺王 它不像方形軌道 你只能往一個方向走 所以說它軌道是變化是無窮的 變化是無窮的 變化是無窮的 所以再來呢 然後我開始有人問我說 欸你有沒有比賽 好那我就做一個這樣子的 平行的軌道 等一下好幾台車可以同時進山 可以同時進山 那這個叫啟動槍 有時候我車子裡的地方可以放進去呢 它就大概已經啟動了 對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它基本上只是懸空 它是直接衝過去的 所以這台車的能力是很強的 再來呢 又再更進化 怎樣 軌道能不能做複雜一點 對 然後呢 就用3D電印機然後把這些軌道 這個呢 是我自己設計的 3D電印機還是軟的 可以折來折去 那這個呢 是我找到的 所以用在哪裡 用在那個吸塵器上面 對 所以吸塵器也能拿來跑 那有什麼不能跑呢 對不對 對 所以呢這樣的軌道呢 欸 基本上這樣的軌道 它就可以無限的去主力 所以說小朋友就給跑來創意 來 來組他喜歡的軌道 那競賽當然不用講 再來呢 再來還有沒有 軌道怎樣 只有單一軌道好不好玩 當然要不能夠切換軌道啦 所以我就在想說 欸我怎麼做得切換軌道 把下一個 欸你看他現在在這邊跑 我上面做一個開關 欸 他現在在那邊 在後面跑 我在那邊把他做開關切過來 你知道注意看喔 欸 有沒有跑過來了 欸 對他就可以轉換軌道 欸 這樣子的話小朋友是不是可以 跑來創意 對他可以放在創意 這樣俯成 不一樣的這樣軌道 所以呢我覺得說 欸 好像做到這邊蠻好的 對 所以我到參加發明展的時候 去年 開業國際發明展 得到一個金牌獎 對 好 謝謝 欸 對 不過呢 基本上 欸 他目前是還沒有商業化啦 因為 因為他還有一些問題 對 他一些問題當然就是說 沒有 並沒有找到測試的對象 然後再來下一頁 對 不是我 下一頁就是回憶之光 剛剛故事有講過 這是我給我的禮物 後來他說 你不能光坐車 不顧肚子好 對 所以他叫我說 你這個想辦法賣給錢吧 對 所以我就把他呢 別讓商務之 然後又失敗了 對 OK 謝謝 各位呢 可是我要講 其實很多人 其實看我公共支影片 其實沒有注意這個 可是我很care這個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對老婆告白 對 這個QR Code裡面掃出來 就是我對老婆講講話 當我在構思這個禮物的時候 我覺得說 欸 這樣把他隱藏在QR Code裡面 既散 然後呢 又隱晦 所以這是我覺得 對 對 隱晦 對 是隱晦 不是隱晦 不是隱晦 是讓大家看得到 可是又不曉得 又藏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 OK OK 好 所以在這過程中呢 欸 我就是不斷地持續地改善 所以有這個小的 有中的 也有大的 然後呢 再做一些變化 喔 這是我作為兒子的機器人 欸 然後呢 生日蛋糕 還有燈塔 所以呢 基本上 基本上 我會覺得 我不但表戰自己 就是 能夠用三一一做什麼 但我覺得也是 因為我們有煤管方面的訓練 所以需要跟不同的人來做結合 所以我要講願景 願景就是 我希望 有菜能夠拿我車送信 好 OK 然後體會是什麼 我體會說 我並不能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發起一個叫 MAKE第二塊拼命計畫 就是說 我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一直一個人的原因就是 我發覺 要找一個願意動手做的人 非常非常困難 因為大家願意分享想法 可是 當然要 你要想他說 欸 你要不要動手 我就 喔 我在想想 謝謝 然後呢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如果你有願意動手 那我願意成為那第二塊拼命 那我不一定是做 空中底下軌道車 或回憶之光 你想做的 如果你正在驚喜 那你也可以找我 我願意跟你一起做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人是寶貴的 對 然後腹記最後就是 空中底下軌道車 目前正在驚喜 第七彈 第八彈 然後 一片派呢 失敗了 OK 好 回憶之光也在錄天上講 謝謝各位